校园工友和居公所的行政助理 这些都是机关学校里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并且各司其职 为了肯定这些基层员工的表现 市长林加龙也出席机优员工表扬 并且亲自颁发奖状 除了感谢他们的付出 也勉励未来能持续协助推动各项的便民措施 让行动市府更上一层楼 从市长手中接过奖状 开心全写在脸上 为表扬市府和所属机关学校的 机优工友和行政助理 市府举办颁奖典礼 除了感谢这些基层人员平时的付出 也肯定他们在推广各项便民措施上的努力 正式的公务员的编制 在这个公务里面算是最低的 平均每一个公务员服务的人数是最多 但是我们还能够做到很多的表现 能够盈利的钱保 这个就是我们宏人发挥一种最大的服务的热忱 基层人员的工作和市民的权益息息相关 并且在不同的部门单位各司其职 而从六千多位的工友和行政助理当中 选出六十位得奖者实属不易 许多得奖者都是工作十多年的资深员工 很开心就是说平均时的表现 然后可以就是货班这一次的优秀的行政助理表扬 那当然是很开心 我好高兴我终于拿到了 做了二十几年终于拿到了 我好高兴我谢谢市长的肯定 公所同联的肯定我是大理区的 市府表示在有限的名额中挑选机优人员并颁发奖项 除了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之外 也希望他们能让行动市府更上一层楼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